在拜席会登场之前呢 当然就是大陆外交部这边话说的很重 包括了这个赵立坚 当然还是强调美方要 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而且要立刻停止 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那我们先讲说他也说了 他说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成熟的国家 绝对不会穷兵独武去打大陆 也希望大陆不要来打台湾 董哥怎么看 我们不会去打大陆 苏仁昌说打 其实大家知道 就是拜登想跟各国领袖见面 是他上任以来一直积极在促成的 那几乎也都建成了 除了习近平之外 拜登是1月20号上任 那为什么他想见习近平 因为过去在川普时代 等于说美中关系非常的差 那川普是为了个人的选举 这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大家非常清楚 拜登想说我要重回美国过去 是各国老大的这种做法 所以他到处希望说习近平能够跟他会变 结果没有 只通了两次电话 对 那他原来希望说上上礼拜在罗马的集团体 也能够见到变 结果习近平也没去 那退而求其是能不能在格拉斯哥的气候卫议 蹦踏变 习近平也没去 好那现在只好退而求其是适信 各位朋友 我刚讲的这五个 五个场合后展庙 都是拜登请偷 拜托要见面的 并不是习近平 全部是拜登主动 因为他塑造说 我可以跟一个大国的领袖 可以监踏变 可以提出一些要求 他要塑造这样嘛 那这样的背景你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一场会议 对台湾最影响的就是 那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怎么样 习近平在会中讲 美国有非常多的人 非常多的人 以为可以以台制法 就是你要过一期挑动台湾来独立 然后来挑动我 那这个的话 如果再发生的话 我会采必要的手段 这习近平讲 所以拜登后来讲 不支持台独啊 什么这些话都只好出来了 我讲为什么 因为这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 但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语言 为什么 因为在台湾来讲 我们过去蔡英文政府 死爆美国大腿 然后国际很多势力 都是真的在以台制法 譬如讲我们这几天看的这场闹剂 今天你会把我用黑白级 把他消遣了一番 其实我们这几天在节目上也讲了 向欣公卿他们夫妻 被我们台湾的检察官 因为王立强讲的 就把他限制出境 然后把他调查 结果呢 不起诉 不起诉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营造蔡英文选举有利的 这大家都知道 而且搞了那么大一出的戏 是啊 然后所有绿色的媒体 马天铺天盖 那你们这些媒体现在干嘛 老实讲就是民进党养的狗嘛 对不对 帮他搞成选举搞赢了嘛 就这么回事 那现在呢 台湾不是民主人权的国家吗 请问台湾有人权吗 台湾这些检察官把国安法拿出来 随意使用 随之随意限制人家出境 已经到了毁以首私 而且知意妄为的地步了 哪有人钱呢 台湾是超级没有人钱 比香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我敢这样讲 没有人是这样干的 只为了让民进党在选举 这样获得好处 所以现在台海里面的一些冲突 或怎么样 都是为了民进党获得好处而已 台海越紧张 民进党的选票越稳固 那这样对台湾来讲好不好 刚好去投赫美国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看到了 拜登要去谈这东西 其实他已经 拜登现在在美国民调40以下 他连他自己的民主党 很多人已经对他不信任 那大家看到他整个情况 他现在都没办法解决 我们看到美国的问题会这么严重 当然从川普时代一直营造了 那种要让美国再伟大的那种氛围 然后他就形塑了一个敌人 说这个敌人就是中国大陆要追上我们了 那中国大陆很可怕 就每天把那些美国过去那种幽魂 通通找出来 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我说这二十年来 美国不管谁当选总统 这个总统都叫做麦卡锡 都叫他每天在卖这些文字 然后告诉你共产党都可恶都危险 会造成怎样 我说那现在的共产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去看是这样吗 那可是不管 反正就塑造了这样说 我们美国人的宝座 不准别人来抢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 为什么我们在讨论七后会议 讨论一些世界上的人钱 美国通通退出 联合的时候这些组织他通通退出 他说我为什么要去缴钱来参加这个会议 川普告诉全世界的人 根本没有气候软化的问题 那是假的 都在骗你们 各位朋友 我们看到了民进党政府不讲科学 我们刚讨论高端 美国川普不讲科学 每天骗他那些支持者 对不对 得到新冠病毒 川普说只要打消毒水在身上就好了 他什么都可以讲 然后他的支持者就相信 鼓动支持者冲进国会打人杀人 结果真的有人被杀死了 他不用负责 各位我们今天看到是一个肉质的社会 所以这几年 或者我们在办公头或怎么样 我老实讲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自力测验而已 并不是讲的说科学专业都高深 没有 这是简单的自力测验 你把这些东西拿来比较一下 所以看了会很生气 那我讲拜登跟习近平 他们当然希望说怕擦枪灼火 这是全世界大家怕 大家关注了在这里 你说擦枪灼火那么容易吗 在台湾很容易啊 不小心熊山飞弹就出去了 对不对 你这个飞弹如果是刚好打到对岸 那你怎么办 你打他一花 他对岸打你十花 他出兵有计啊 你先打我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在怕擦枪灼火 那今天看到拜登 做了这些行为 我老实讲 美国当然他希望理质面子都要 但天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了 因为中国大陆的态度 跟过去不一样 各位别忘了 习近平明年要 要再巩固他的地位 就是下一次的第三任 让我们看到拜登呢 拜登用下声望 一直跌 一直拜托说 世界另外一个领袖人跟我碰面 让我有点面子 他其实是这种态度 所以他必须被迫要去讲更清楚的话 说我们反对台独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相信台湾很多人很失望 我觉得说拜登应该说 只要你出兵我就 我们美国就会出来捍卫 没有啊气势就漏了 所以不要被美国那个骗来骗去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在谈这里面 很多商业的 很多科技站在里面 台湾一直只是一颗棋子 不是蔡英文告诉你的 蔡英文说 我们也是下棋的人 好好笑 台湾连棋子被人家丢来丢去 自己都不甘心 然后我们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那么多的金钱 只为了讨美国欢心 结果美国没有欢心 你出了莱克多安的美猪 他还是不高兴 所以今天看到民进党执政 台湾没有尊严 还要浪费这么多钱 实在很不值得 好 津平这个 因为拜登说了 美国政府自律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 这是一点都不意外的言论 所以这个次的这个拜席会呢 怎么瞧台湾 台湾被怎么样瞧了 台湾在这个美国跟中国 双方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当中 我觉得已经变成一种罐头答案了 那美国其实在事前 11月12号的时候 就已经透过布林肯 跟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王毅 通过电话当时王毅就已经要求 美国要在这个反台独的立场 这个明确的表达态度跟立场 但是美国也不可能就像王毅 向中方北京的要求就直接讲 所以他只会在 虽然中国的媒体 他有在讲说 拜席会私讯的时候呢 那个拜登有明确强调说 不支持台独 然后当媒体后来回过头 去问这个美国 问白宫问国务院的时候呢 那美方的态度就很低调 就说哎呀这不是新闻啊 这不是听到新的立论了其实间接承认什么 间接就是承认说对 拜登一定有谈过这个论点 跟习近平保证美方不会支持台独 但是呢结果他们怎么讲 只有说确保不会发生片面改变两岸现状 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这样一个原则符合美国利益 也就是说美国讲他的一中政策 北京讲他的这个一中原则 那美国也关系北京一些不利于两岸和平稳定的一个行为 这个是安抚台湾的心 也对台湾默默头 那对北京呢 他又说他这个不支持台独 这个叫什么两面守法 所以其实你要看拜登哦 其实像以熟悉国际事务战略的 像老师专家这个赖月谦教授就很了解 拜登的策略性的打法是明显优于川普没错了 但是这不就是一贯美国的老路吗 对啊 美国就用这种方式啊 那在美国跟中国两大强权 两国这个博弈的同时 他所维持所展现出来就是斗而不破 敬而不冲 美国想跟中国斗 但是又不想双方撕破脸 弄到那种尴尬的局面 短兵相接 然后两边开战 那想要竞争呢 当然想要把中国持续的压下去 这个是美国终极的目的核心 你没有人能取代美国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 美国人已经这样想了嘛 但是又不想这个冲过头 两方冲变成冲击对方到发生冲突 就像之前那个华府曾经那个那个 当过北约指挥官的这个出过的书 二零三五年台海的这样一个战争 的确在自由印太地区台海跟南海 的确是全球的军事群制 军情专家兼认说是最容易发生热点冲突的一个地方 这个不用这个自欺欺人 所以今天观众朋友们在看我们在讲说 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你看谈了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四个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 那中间多少一定触及台湾的问题 台湾的议题嘛 那拜登当然不会全盘的照这个北京的想法说 北京要求拜登怎么表态美方说明的自己 他顶多就讲到不支持台独 那中方北京这边习近平也不可能讲出让拜登 和这个美国他们满意说承诺如何如何